贵宾 我是孙维欣 也是今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主持人 所以我们有几顶不同的帽子换来换去 我想今天在这个地方 当然跟各位刚刚做报告的身份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也算半个工作人员 算工作团队里面的一员 今天只是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无运是对未来的影响 但讲这个之前 当时我们在工作人员开会的时候 就讲好了我的报告时间 我的报告时间 是前面一个演讲结束的时候 到五点钟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my talk is just a buffer 希望能够调整一下 我们准时结束的成就 所以我看到我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the president's talk I'm so happy 但是我觉得两分钟绝对不够 把我们对吴院士呢 在科学教育跟两岸四地的科学推广上 所做的贡献 能够说清楚的 那我想跟各位讲的是 从早上到现在 我虽然在场时间并不多 但是我了解的是 好多人谈的 从早上副总统张院长一路下来 谈的都是过去吴成文院士 在生意所 国卫院所做出的贡献 还有好多人谈到他现在 对这几个机构的影响 对后背的体系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吴院士对未来的影响 也就是他在这些年里面 十几年里面 所拨下的科学教育的种子 而这科学教育的种子 就不是仅限于生物医学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再往下走 那这是吴大游学术基金会 2006年 吴成文院长就接受担任的 吴大游学术基金会的董事长 那办了几个主要的活动 今天我们这一个演讲里面 主要提到的就是科学营 Science Camp 而科学营呢 大家看了吴大游先生 Gardine Ever 这永不退休的园丁 我们还做了一个影片 今天没时间放个影片了 就是吴先生的生平 谈到吴先生 我们每次都会觉得很好玩 因为当时我们刚从国外回来 我们在NASA做太空发展 天文发展 回到国内的就被找了去 一块跟吴院长 让大学跟中院院结合在一起 设立天文所 那到了吴大游院长 三合一的房间 大家知道三合一的意思吗 吴大游院长 那个间距有书房 卧房跟会客室 三合一的小房间里头 讨论天文所的成立 但是后来呢 吴大游先生 竟然到台大物理 之前 在那之前 在台大物理系也给过课 当时我还是大学生 所以一直有这样子的渊源 这是为什么到后来 我们开始跟吴大游院长 一块工作的时候 看到一张 很令我们感到有趣味的照片 不知道今天出现过了没有 就是吴院长站在吴院长旁边 底下写Dr. Wu and Dr. Wu 很有意思啊 那我们对吴大游先生的认识 他是念物理的 我们是搞物理的 所以常常呢 我们在年轻时候刚回来 我太太就叫我说 来来来看看电视上 吴院长又在罵里面学物理的人 吴院长 他对人是很严肃的 可是呢 我们待会儿讲一下 他有笑的时候 但是呢 为了纪念吴大游先生的贡献 这个基金会就开始办科学营 每年在暑假的时候 主题分成物理科学 跟生理科学 One of an each year 每一年换一个主题 那主要的对象 是两岸四地的年轻学生 他的面对对象呢 是大学部跟研究所的 一二年级的学生 跟吴建雄科学营有很大的差别 吴建雄科学营 招收好多高中学生 主要目的是要告诉他们 What is science 科学是什么 但是这个也对是告诉他们 What is research 研究是什么 那希望 透过精彩的课程 跟大师的对话相处 六天五夜的时间 让学生了解自己 是不是应该拿科学 作为终生的志业 那我们就拿去年的这个活动 做一个例子吧 那主办单位也好些 协办单位也好些 来自各个单位的支持 那去年是从生命科学的观点谈起 人类的未来发展 在去年的七月 本来我们都是在西头 在西头做应对 但是西头这两年 美下欲旷 那今年大家知道吗 去年我们去了麻布山林 希望换一个环境 然后来讲说 西头还是比较两块一点 大家知道美提高 我倒好奇了 这是我们物理学 搞天文学的基础知识 但是学生问的朋友们知道 每提高海拔一千公尺 温度降低几度 六度 温度降低六度 西头是一千一百七十公尺 所以温度比平地要低六度 平地热得不得了三十度 上去就刚好是一个 very comfortable 二四度的温度 所以后来大家还是想 回到了西头去 可是你知道 已经讲好了 但是前两个月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西头的利德饭店倒了 台大实验宁要接手 可是容纳不了 它接手不了 所以前两个礼拜 我们才得到的消息 要换地方 在这么紧的时间 八月初 就是我们的科学引文 还好 我们的基金会的同仁 非常有效率地 找到了路感 基金会到路感 去年在麻布山林 跟友达 借着他们的地方 麻布山林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反正每一年 英主任 都是吴崇文院士 亲自担任 当然里面有 李嘉威教授 因为主题是 跟生命科学有关系的 还有几位 彭东平老师 李定国教授 这个演讲 其实应该是彭老师 跟我共同来讲 他今天刚好在国外 我们还请了 国外的好几位科学家 无论像夏威夷大学 Cary Mitch 跟北京花纳基因 杨华明院士 Las Balloon 还有曾志朗院院士 江恩市院士 他们几位 沈德坤 郭伯招老师 陈耀昌 李嘉威教授 这几位都是 我们非常尊敬的科学家 参加的人数 学生一般来讲 大概都将近一百人 两岸四地 一百个学生 包含大概 十个之内的高中老师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两岸四地的学生 通过了这个科学营 可以建立起 有什么大学生 有什么大学生的 对未来的影响 有什么大学生 有什么大学生 对未来的影响 已经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是十八届 扣掉2003年 SARS那一年没有办 十七届 所以你可以想象 每一年大概八九十个学生 乘上十七届 一千多个两岸四地 最杰出优秀的年轻人 未来二三十年 能够发生多大的影响 这是为什么我想 Brain to everyone's attention 这个影队 是吴越长 对未来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 来自大陆的军政学者 吴大学学者 中国科学推荐的 还有南开大学推荐的 那为什么南开大学 吴大学先生 南开大学毕业的 所以香港学生 科学大学 大学 香港大学 跟中文大学 有澳门的 那从去年开始 有马来西亚 因为我们的英明的政府 开始推动新南向的计划 所以我们也请 马来西亚 很优秀的学生来参加 你知道后来我才发现 马来西亚来的学生 基本上不输台湾的学生 他们讲中文 讲得非常流利 他们的温和谦虚 有礼貌 比台湾学生 有过失而不起 我真的觉得很 大家看得到 这个活动其实很丰富 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那当然 去年在马虎山林 环境般漂亮的 大家新衣色 穿着紫色的衣服 那是因为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完全不关心社会新闻 从来不知道紫色的衣服 有别的意思 我再问一下 在座会笑的 代表你是关心社会新闻的 你了解紫色西衣服的意义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 无论是也是一脸茫然 不知道 那大家都不会跟调查 没什么关系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起初的晚会 一开始晚上 头一天晚上 我们就开始接待 所有的来自两岸四地的学生 然后这些老师们的 第一天晚上到的都在现场 跟学生都做了很好的交流了 那你看尤其是武院士 一开始都给大家精神讲话 我很佩服他得务的是 几乎每一年的科学 他从头带到尾 从头带到尾 那一直陪着学生 安排了很多跟学生 当面见面讨论的 那江安市院士 也是讲得非常精彩 脑科学跟认知科学的教授 那Karen Meach 是我把他从夏威大学请来的 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天文专家 好玩的是 他是天文专家 有一年他竟然拿着锤子 到冰岛去 out of nowhere住了三个礼拜 天天去敲石头 各位天文学家 跑去敲石头干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project 希望来proof or disapprove 地球的海洋 是来自早期彗星的大量撞击 他参加了一个计划 2005年NASA发射了一个卫星 叫做Deep Impact 那个卫星飞到一个卫星附近 丢出一个铜块来 撞击那个卫星 把那个卫星撞了一个洞 然后观察里面的水 它的组成跟特征是什么 用来证明 卫星的水 跟海洋的水 有没有共同性 那你说海洋的水怎么办 我每次上回跟学生讲 那我们海洋里面的水 要怎么找 学生说老师不用担心 7-11就有卖 海洋 海洋深层水 不是啊 Karen Mitch跑到冰岛去 去敲石头 因为石头里面有结晶水 那是第九早期的水 为什么 是来自火山 噴发出来的石头 那我请问各位 一个有趣的问题 Karen Mitch是哪个大学的老师 University of Hawaii 夏威夷 夏威夷是怎么形成的 那火山岛啊 那你自己在夏威夷 这个火山岛形成的地方 不去找那些火山 噴发出来的石头 请你挑战跑到冰岛去干什么 是不是想要 Karen Mitch是什么 你知道吗 冰岛的火山 跟夏威夷的火山 本质完全不一样 冰岛的火山 是deeply rooted 在我们的南部里面 就是深到我们的地壳里面 它的深度比较深 所以能够让地球造成 结晶水 保存在冰的石头里面 我觉得好好玩 所以你会看到 一个学天文的Straver 竟然在做Geologist的工作 Karen Mitch 那当然来自博大江的 洋化明月 是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启发 还有曾志朗老师 还有Las Blum教授 都有好多有趣的主题 我们还特别 你看 为了要让学生 在科学里面感受到趣味 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找茶比赛 那这个比赛是怎么样 要去找科学电影里面的问题 每次我们看到科学电影 我们这些科学人都实在是做不出 需要两手用力地抓着扶手 才不会站起来骂这个电影 是搞错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电影 带到了科学营里头 在一个轻松的下午 让学生想干嘛找出来 里面的问题所在 但是呢 这个科学里面还有很多 其他的活动 安排了下午 跟老师们的对谈 老师们分了好几组 这个科学营营队 真的是老师们 师生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我记得有一年 吴院长自己 Chair这个邀请老师的工作 他的身份地位是不得了的 登高一呼 全世界好多华语科学校都回来了 当年有66个学生 有22个老师 22个世界一流的老师 在这个营队里面 所以好多学生深受影响 有一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在这边上了课以后 跟学生对谈了以后 当场就给了一个学生 admission到阿波去 我听得好感动 真的是好感动 好 那我们现在在看 还有我们学的关老师 当然还有其他的活动 学生其实玩得很高兴 我就没有时间放这些愉快的 华语智照片图像 给大家看了好 因为看了以后 大家就可能不去肯定的 要来到科学营营 我以前就这样害过 李嘉辉老师是个 非常会演讲的生活学家 我请他到我们天文营来演讲 讲完以后 学生不念天文 他去念生意 所以我对他最好的报复手段 就是我到他的生物营去讲天文 谁就喜欢 来搞天文的 当最后我们还要比赛 非而忘 拍了一个比赛 就真的把整个营队里面的知识 变成了有趣的趣味问答 在那边做抢大的游戏 那到最后呢 每一组还会轻松的比赛 得到冠军 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学习的印象来 那你看 五院长穿的如此的轻松帅气 颁奖给我们的得奖单位 从头到尾的歌词就是一个有趣的环境 但是This is my favorite part 等到晚上的活动结束以后 我们就弄点爆米花 弄点红酒 然后大家看到 吴院长坐在这个地方 彭冬明老师在这边 李定国老师在这边 几位都是我们主要工作人员 那一届去年刚好 泽石狼老师也在 然后大家百分一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海阔天空的 不是讲白头宫女画天宝 讲好多过去有趣的事情 听到了好多感动人心的故事 那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那个地方 给友达的总经理 董事长兼总经理 彭双亮先生的 他对我们非常支持 那个环境 麻布善人 漂亮得不得了 但是并不对外开放 但是友达的训练中心 培训中心 但是对我们开放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环境真的是很漂亮 四面都是绿色的善人 所以像这样一个环境 我觉得给学生 在愉快的环境里面 尤其是彼此之间 互相激发的光芒 还有从老师 世界各地的大师那边 所得到的影响 对这些学生 会是一辈子的感动 更何况 这些两岸四地的学生 通过了这个应对 能够坚持彼此的优异来 相信未来 无论在科学上的合作 或者是在文化上的共融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我在这边再一次对 作为一个工作者跟旁观者 对吴崇文院长 在这十几年里面 坚持把每一届的科学院办好 然后他也像我们的政治人物说的 他每次都在那边 办好办满 满满的几天 都会留在那个地方 不会随便离开 对学生的影响 我想学生是看到 一个重要的科学家的社医教 觉得这是吴院长 对两岸四季学生 他们未来的影响 也是他们的科学教育 跟科学上做出的伟大贡献 让我们感谢吴院长 谢谢 谢谢大家